醒目一响啊 咱们是书归正传 上文书咱们说到啊 趁着这个清军备为黑水营 小河卓货带 派他的手下大将阿布都克勒木 领着一员副将叫萨里克 带着六百精锐骑兵 就来到了河天 他们的意思啊 是要趁乱攻打河天六成 可是说呀 这靠六百人来攻城啊 有点开玩笑了 虽然呢 这个河天的守城伯克厄队 手上啊也没有多少兵 哎 拢共啊 可能能凑出五十人的骑兵 加上啊六百人的绿营兵守城 可是呢 广靠这个小河卓的六百骑兵啊 也不一定能把城攻下来 那怎么办呢 他们也有办法 他们不着急先攻城 这阿布都克勒木啊 就把这个营寨 扎在了军天和田市区 与这个墨鱼县之间 哎 这只六百人的骑兵啊 对整个和田地区 就开始了烧杀墙 总之啊 这和田地区被清军占领的这些城池啊 你人别出来 哎 你别有商队呀 互通商贸 只要被他们发现呀 是迎上去救墙 见人救杀 那最受起扰的呀 还得是城外的这些村子 基本上啊 都被他们抢遍了 那有人说即便这样 那也不一定就能把城攻下来呀 哎 您是不知道 这城里呀 他本来就有着大小合桌的旧部 和田城当时投降大清啊 那也是大势所趋 这些人呢 力量薄弱 所以当初啊 也没敢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 可是这会儿不一样了 他看着小合桌货机站呢 望着和田六城派人来攻城了 这下子他们算是活过来了 在这城里呀 山云峰点鬼火的策反这些回众 有的呢 干脆杀了城内的清军守将 开开了城门 就迎这帮反贼进了城 乾隆23年的12月份 伯克恶队呀 给朝廷的奏折说 我呀 好了 逮了的 能坚持两个多月 希望这朝廷赶紧派兵来援 可是乾隆皇帝和主帅赵会 意见不同 这驻扎在阿克苏的赵会呀 迟迟的就没能发出兵来 这会儿到什么时候了 已经到了乾隆24年的四月了 也就是说呀 四个多月都过去了 这会儿啊 原本的和田六城 在清军手里控制的 只剩下和田本部了 那会儿啊 叫俄里奇 不用想也能知道 这会儿的恶队伯克 在这个俄里奇 那应该算得上是苦苦支撑了 就连乾隆皇帝呀 都能够理解 提醒赵会说呀 你不能拿你呀 被困黑水营 和这个恶队 现在的情况相比较 这恶队呀 情况比你要严重的多 你虽然在这黑水营当中 被困缺持短穿 可是在你身边的这三千多人呢 那全是你的亲信 你自己的部队 最起码的夜里呀 你能睡个踏实觉 你放心呢 这恶队可不行啊 恶队手底下就只有这几十名 亲随外加这六百绿营兵 现在身边啊 还能剩多少 还不好说 其他人是不是跟他同心同德呀 咱们根本就不知道 说不定哪天晚上啊 他睡着了之后 哎 夜里呀 就让人把脑袋给砍下来 第二天就献给大小合作的叛军了 所以说呀 你赵慧必须要赶紧组织军队去救援和田 那么说这赵慧他手底下派不出兵来吗 那倒不是 可是他总觉得自己手里的兵啊不够 赵慧现在呀 兵扎阿克苏 如果去持援和田 他想了 中间啊 可是这个大小合作的根据地 喀什嘎尔和伊尔强 并且呢 大小合作手里的兵啊 要远远多于清军 现在呢派出一支部队去持救和田 人家在中间把大军的供给链一卡断 然后再逐个击破 那么去救援和田的部队 也得是肉脖子打狗啊 他一去就回不了头咯 所以说呀 这赵慧要等 等到什么时候啊 等到这人马呀 全都集合到位之后 再出兵去救和田 那么说赵慧的这种想法对吗 实际上不对 他呀 过高的估计了去袭击和田的 这六百人的战斗力 实际上呢 谁也不是神仙 这赵慧呀 被围了黑水营三个月 然后被解救回来呀 哎 有点怯战 他怕了 如果咱们单纯的理解这赵慧军本是怕死啊 那可能是有点狭隘了 他主要是怕打败仗 他认为呀 在这大漠孤烟当中打仗 打的就是后援 这后援跟不上啊 这仗没法打 可是呢 这乾隆皇帝不这么认为 这强农皇帝多次下旨啊 就给这个赵慧指出 他跟这个赵慧说呀 你想想咱们的先祖 想当年这太祖太宗 在关外的时候啊 打仗都是这八旗自己准备攻马 哪有什么供给链啊 哪有什么后援 还不是啊 兵进中原拿下了这个乾明的江山 你们作为八旗将领 现在如此位战 总是跟我这强调后援 索要乾粮麻痹 你说你们就不害臊吗 至于这赵慧提出来的 若是分出兵来呀 怕这大小合着 出逃到西亚或者是俄罗斯 乾隆皇帝也做出了部署 一道旨意啊 就下到了这个蒙古塞因诺言部 让该部的郡王侧不登扎步 率领一千蒙古骑兵就封锁了 从北疆逃往俄罗斯各个的要道 以防止这大小合着借北疆之路 逃向俄罗斯 并且也加快了给赵慧军需增援的速度 就这么一来呢 这时间才到了四月份 这赵慧呀 才决定去增援和田 这赵慧所做的作战计划呀 还是很复杂的 可不是广增援和田这么简单 第一件事啊 先把增援之兵派出去 他选了三元大将带领着九百骑兵 这三元大将分别是 这呼尔启巴图纪尔嘎尔 这九百骑兵啊 都是千挑万选的 并且呀 每人配备两匹马 这一匹啊 是走马 一匹是战马 这走马呢 是行军用的 战马是冲锋用的 让他们这一路啊 不要找麻烦 绕过叶尔强城 从大漠里直插过去解救和田 这一路上想办法联络和田守军 最好啊 是能理应外合一股作气 就解了和田之为 然后呢 他由命负德呀 领着三千名士兵 在这支先头部队后边跟进 等到和田六成稳固了之后啊 翻回头来再打叶尔强 那这赵会自己呀 他也不能闲着 等到人马到齐之后啊 他要亲率大军呢 去打大合卓的根据地 也是白山派缠回的根据地 喀什噶尔 这次赵会的部署啊 可是一个大动作 他要想一仗啊 就解决整个南疆缠回问题 也算是平定了大小合卓的叛乱 当然了 这赵会出兵啊 也有这乾隆皇帝在这后方啊 连吓唬带勉力 这乾隆皇帝给赵会等人的旨意啊 是软中硬 硬中软 乾隆皇帝旨意说 前赵会等备为 富德奋勉应援 致和田备为一级 可以卫文罔救 若为兵力不足 则赵会义军上能与贼相聚 况两队会合 转换其弱言 哎 这话里就软中带应了 说这个赵会 你呀 备为这黑水营 当时啊 不畏强敌 看着这个禅徽兵啊 十里连营围困着你 你也没怕过 这富德呀 更是应用 千里来源呢 去截你之为 怎么现在 这和田备为了 你们两个 都不敢去救了呢 难道真的是 怕这兵力不足吗 当时啊 这赵会备为黑水营 赵会啊赵会 当时你呀 是孤军备为 你尚且不惧 现在你和这个富德 二队合一 怎么着 到胆小了是吗 要说呀 这皇上到圣旨里 全是疑问句 可是这些个问题 哪个也没法回答 皇上啊 就是以疑问句的方式 实则呢 就是问责于赵会复得 二位将军 没过多久啊 这皇上的圣旨可又来了 这道圣旨里 可不光是问责了 并且呀 有挖苦的意思了 至赵会曾为贼困 其望远甚切 可知 以身经贤阻失事 而于他人 则置之度外 何以为情 皇上说你呀 被围黑水营 你天天盼着别人去救你 到现在呀 别人被围着和田了 哎 你却不去救你 难不难为情啊 行了 到这儿啊 这皇上给臣子的旨意呀 话可就算说到头了 再往身了 也只能是把这赵会 绑在军中 开刀祭齐了 赵会能不明白这点事吗 所以说顶着压力 再胆小啊 也得出兵 那咱们呀 先放着这个赵会 跟乾隆皇帝不聊 咱们先说说呀 哎 这前驱救援和田的 这九百骑兵 这胡尔奇啊 带着这九百骑兵 来到这个俄里奇附近 也就是现在呀 这和田市的附近 一打听啊 来的简直是巧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会儿啊 大小合着的部队呀 正在攻打和田城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和田六城啊 克勒迪亚 齐尔拉 卡克御龙喀什和卡拉喀什啊 这些个城池啊 已然丢了 这对伯克呀 带着自己的部众啊 坚守在和田本部一城 也就是俄里奇啊 这敌人呢 是三天两头的 组织人来攻城 城里人呢 也没有什么战斗力 只能是勉强支撑 这胡尔奇啊 听到这些消息之后啊 那琢磨了 咱也别等着了 赶紧杀江上去吧 虽然做不到这个里外夹击啊 也能把这些攻城的士兵冲散 咱们呀 把他们击败 肯定是不成问题 事实证明 这赵慧肯定是过高的估计了 前来攻打 围困和田的这些缠回兵 这八旗兵啊 还没到这和田城下呢 攻城的这些缠回啊 早就跑得没眼了 这九百人 这顿追又追了半天 才逮着了三个 这剩下的人呢 趁乱呢 成鸟兽散了 所以说呀 没费什么劲 这大军呢 就进了和田城 与这个恶队伯克会合了 那剩下的五个城怎么办呢 剩下的五个城里边的守军呢 本来就是墙头扫啊 他随风倒 一看呢 这清军又杀回来了 开城影响是照发抓药 又投降了清军 那么说 在和田城下 被清军冲散了这些缠回兵 他们跑回叶子枪了吗 没有 实际上啊 他们这几百人的骑兵部队的大营啊 就扎在回叶羌的路上 虽然在这个和田城下被冲散了 但是没过多久 这些人又集结回了他们的营盘当中 这清军不是逮到三个活口吗 没费多大劲 这些个情况啊 也都审清楚了 这阿卜都克勒木 带着这个八百缠回兵的营寨啊 就扎在回叶羌的大路边上 造哇乐河的河边 胡尔齐和这几员副将一商量啊 决定不能放任这支缠回骑兵 一定啊 要把他们吃掉 这缠回骑兵呢 有八百人 咱们呢 有九百 在兵力上本来就占优势 这老天爷呢 也是帮忙 有一天呢 是天降大雾 这清军呢 早就摸好了缠回营盘的位置 趁着这大雾的掩护 可就杀上去了 这天啊 正是乾隆二十四年的三月初始 这九百清军呢 趁着大雾把敌军就杀了一个大半 并且呢 还俘获了数十人 后来一审问才知道啊 这阿布都克勒木的弟弟 在乱军当中啊 也被清军射死了 对方啊 还有一个头目 叫霍吉亚斯 也被射死了 只可惜啊 这阿布都克勒木啊 中了一箭 带伤 逃回了叶尔枪 等于是这九百清军 气着咔嚓 只一仗 就解了这和天之危 所以说呀 在这咱们还得强调一句 咱们没说去了赵慧 这赵慧确实高估了 这些缠回兵的实力 这是好听的 说不好听的 那就是让人家给打怕了 实际上 真的派兵来救援了和天 并且呀 派的兵也不多 只有九百骑兵 一战就打赢了 哎呀 早知道是这样啊 就应该早派援军来 到了这个4月16日 富德呢 也率领了自己的人马呀 来到了和田 有人说呀 从这个三月几号 一直到这个4月16日 这人马走得怎么这么慢呢 哎 这件事呀 这史书当中啊 还真能回答您 这富德呀 实际上 率着自己的人马呀 是牵着马 步行到的和田 因为这会儿 战马还是不足 富德 为了不让这马呀 累下标来影响战斗啊 也只能是出此下策 因为这富德呀 到了和田短暂的休息之后 拟定的作战计划 是立刻就要攻打叶尔枪 这城内的恶对伯克呢 当然也组织了大批的欢迎队伍 这富德呀 也是个有意思的人 别的呀 什么都没说 在给乾隆皇帝的这奏折当中啊 还特意的提到了 这和田的葡萄 有多么的好吃 哎 不是据说这屠鲁番的葡萄好吃吗 哎 这不知道这个 哪儿的也没吃过 富德呀 带领了人马 驻扎在和田时期 陆续的后援的部队 也都赶到了 加上先头部队的九百人呢 以及后来的部队 还有这和田六成 剩下的兵力 算在一起呀 也有四千多人 这会儿的和田地区呀 哎 算是彻底的安定了 那么说呢 现在这清军在南疆的兵力部署 就已然很占优势了 这一南一北呀 都控制在清军的手里 北边的阿克苏地区 现在赵惠呀 领着大军在那镇守 这副帅副德呀 驻守和田 大合着的喀什嘎尔 小合着的一耳枪 就被夹在了中间 要说呀 应该是火速进兵 兵发二成 要是按照这个早期清军的作战计划呀 也就是当时霍吉斯给这个赵惠军们出的主意 就是先打一耳枪 后打喀什嘎尔 因为他们当时觉得呀 一旦打下了一耳枪 就断了这大小合着 出逃巴德克山 以及西亚等地的道路 那么既然早就有了作战计划 为什么还不出兵呢 因为呀 这会儿 赵惠呀 还要等个时机 就是这六月初 这小麦成熟 因为他算定啊 这六月初 小麦成熟时候啊 那也正是 头领的粮食 该吃完了的时候 所以说他想啊 是在敌人小麦为收割的时候 一鼓作气呀 就攻到这个两城的城下 让这个敌人呢 来不及收割小麦 这样在战备上 清军可就占了主动了 首先说呢 这敌人没收到自己苦心中的粮食 其次呢 敌人的粮食啊 自己却能随便收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并且呀 这敌人防这事啊 还防不了 那谁又不是神仙 总不能把城外大片的土地 搬到城里去吧 更不可能啊 派人天天看着 这顶多就是一把火呀 把这没收割的粮食烧干净 这样啊 谁也吃不着 对清军还是有利 就在五月份的时候 这清军呢 正在积极准备 六月初啊 就要出征了 在这个赵慧的营门口啊 可就来了一名忏悔 说呀 自己是来投诚的 要面见赵慧君们 这小孝啊 把这个人就带到了赵慧的帅帐当中 赵慧一看呢 来的人呢 是个中年人 可谓呀 是风尘仆仆 见了赵慧之后 我先给赵慧行了礼 他说呀 他叫做呀 何时克 是一名布鲁特 这原来呢 本身呢 他也不是布鲁特 是这个小何卓手下的 一名伯克 也就是一位官员 因为和这个小何卓 意见相左 还受到了迫害 才逃到了布鲁特 后来听说呀 自己留在伊尔枪的家人呢 都被迫害致死 所以说呀 才来投清军 他跟这个赵慧说呀 大帅呀 这一路走来 我看了清军的动向了 我料想这大帅呀 您一定是啊 要先打伊尔枪 后打喀什嘎尔 赵慧心里就是一惊啊 说呀 这个禅慧 他是个聪明人呢 连我军的动向 他都看出来了 那这赵慧说 那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呢 这何时克说呀 我是建议您呢 先打喀什嘎尔 先不打伊尔枪 这何时克说呀 大帅您是不知道 有这么个地方啊 叫浩瀚 当然了 这史书里 也有把这个浩瀚啊 写成祸瀚的 这地方在哪呢 无论是过去呀 还是今天这地方 都不是咱们中国地 这地方现在呀 是乌兹别克斯坦 那会儿那儿啊 是个城邦 也就是个小国 说起来这地儿啊 它没多大 这个浩瀚城啊 就是浩瀚国 那儿的城主伯克呀 就是那儿的可汗 那儿的可汗呢 和这个大小合作的关系 非常之好 我敢肯定 这大小合作要是跑的话呀 肯定往那儿跑 这个地方啊 就在喀什嘎尔的西南边 离这个伊尔枪成远 离喀什嘎尔成近 只有先打下了喀什嘎尔 才真正能断了这大小合作的退路 要是先打了伊尔枪啊 这大小合作就有时间往这个浩瀚跑了 这赵慧听完了他的话呀 沉思了一会儿也没做答复 让他呀先下去休息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赵慧也不能广听他一个人的呀 于是就着急了自己身边的这些缠回头人 问了问呢 还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那这赵慧就只能宁可信其有 不能再信其无了 于是提起笔来呀 就以大清定兵将军的身份 给这个浩瀚城的城主写了一封信 那言辞是很激烈呀 正告这个浩瀚城的城主 大小合作一旦逃往浩瀚 你方啊是不能收留 如果你要是不听我的劝呢 一旦收留了大小合作 这大兵杀盗必然是屠城 并且这赵慧决定啊 咱也别先打这个后打那个了 立刻就写信给傅德 咱们干脆呀分兵两路 一同出击 你打叶尔强 我打喀什盖尔 咱们可不能啊 再让这二贼跑了了 那么这两支清军共同出兵 能不能顺利的抓获这大合作 波罗尼都和小合作 货机战呢 咱们明天 散发生 In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